那生命教育中間很重要的單元 就是生死教育 那麼主要探討各種專業領域 像醫學、社會學、宗教學、心理學的生死觀 那麼探討生命意義到底在哪裡 一定要落實於自殺防治 生命倫理、臨終關懷 傷障文化跟悲傷輔導等 傷障文化一般人也需要有簡單的認知跟了解 否則我們家裡碰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手足無措 譬如說人家怎麼牽著你 你就跟著怎麼走 那理醫生說哇你們家很好 哪裏不給你們的老先生稍微弄房子給他 我要收一間廚房子了 好吧那就請你幫我們摘一個植物子吧 還有多少錢要六萬塊 哇為什麼要這麼貴 十幾個房間你知道嗎 還有兩台Benz汽車 我爸爸不會開車 那再摘一個司機給他好了 請問你要不要做 你要做你就覺得怎麼那麼貴 有沒有功效 可是不做的時候心裡會怎麼樣 有一點點不安 那在我們的商道裡會說到說 譬如說路面要穿七件衣服嗎 要去買一套整套的嗎 或者是他自己乾淨 棉質的他喜歡的洗乾淨 換上換就可以了 一般是說這樣就可以 真正做一些實質對他有幫助的 所以他會再講一點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碰到傷臟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很害怕 我會怕觸犯很多的機會 對亡者不好 對生者優利 那事實上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叫誠懇用心 我在那邊花五分鐘 對不起 花五分鐘講一下那個落實自殺房子 我簡單講一下 自殺房子我們分為治標跟治等 治標方面我們是覺得 如果是有憂鬱症的同學 或者抑鬱症的同學 我們要特別的關心他 因為有失分之憂憂鬱症的孩子 會走上自我傷害的路 所以特別關心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做一個篩選對不對 也有他的道理 那麼第二個呢 當他們有失落的時候要特別關心 人生有很多失落對不對 我丟了一部車子 男女朋友吵架 失去了工作 都是失落 但是最大的失落是親人過世 親人過世 那不管是哪一種呢 就是當孩子失落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的關心 當然這一次的 參加爭士 學測爭士就是第一回合 他會有失落對不對 他會有失落 那我們要特別的關心 讓大家等到直考的時候 放榜的時候也是一個關心 這是很重要 第三個 你不太知道他有沒有失落 但是你覺得他講話 他的言行君子很奇怪 我們特別關心一下 人生有什麼意思啊 這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我送給你 你答應我 你好好保護他好不好 這很奇怪的話 把他最喜歡的東西送給別人 就好像在安排後世 所以當他們講話行動很特別 所以我們要特別的注意 在很多年前 台南有一個國二的男同學 再兩天4月1號對不對 4月1號是張國榮 跳樓九州年的日子 4月1號 那一位小就在這個9年前 這位國中二年的孩子 那天晚上 就跟他媽媽說 媽我覺得張國榮很勇敢 老師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孩子 我覺得張國榮很勇敢 哎呦他從二次吃這個 他家他不勇敢嗎 怎麼辦 要怎麼回答 很重要 關鍵喔 媽媽你要怎麼回答 哦我會很傷心 這是一個答覆對不對 好老師你會怎麼回答 嘿如果他說媽 張國榮好勇敢哦 你會怎麼回答 是啊 他真的好勇敢 然後呢 因為他做的事 給我也是不敢做 你也給我敢做 老師媽媽我敢做耶 這樣子哦 是啊 那你做的話 媽媽會很擔心會很難過 好這是後面會講 這個媽媽 或是這個媽媽 有的媽媽就說 他連死都會怕什麼 他不能看過他的困難嗎 他的財富是有關 他是很弱弱 過了事情就消後無症 這都是可以答覆的 你們知道這媽媽說什麼 他媽媽說 去睡了 我們就在休息 這媽媽這樣回答 但是孩子還是不太勤勉 媽 像張國榮這樣走了 就一切都過去了 請問你會聽出他心裡在想什麼 但是媽媽說什麼 張國榮張國榮 明天學校要考張國榮嗎 去睡覺 經常還會考得好 這孩子第二天跳樓 還難得一個師弟學校 我不能講他的名字 他真的走囉 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他有輕微的憂鬱症 請問你小學生會不會有憂鬱症 會 如果他是一個家暴的家庭 或者父親母親要求不太高 考個94都回家都很害怕 爸爸說那你又會跑到哪裡去 他會有很大的壓力 慢慢機久會有他的問題 好輕微憂鬱症 第二個呢 張國榮是他的偶像 你要知道 你在偶像做什麼事情 在你人生十字路口很迷惘的時候 那個很深刻的印象會浮現 幫你做生命的抉擇 所以我們在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甚至社會教育 希望給孩子好的典範 在他十字路口浮現出來 是他深刻好印象 對他就有正向的幫助 但是也很難說 因為副校對不對 像張國榮就是第三個 媽媽是他最後的一絲希望 他想跟媽媽講 但是媽媽沒有聽懂 媽媽沒有聽到內聲 哇 人生真的沒有意思 他跳了 媽媽非常難過 昨天孩子有沒有求救 其實自殺他都會有徵兆 我們常常說昨天好好 為什麼今天就會跳樓呢 今天就是我傷害呢 事實上他有真道 只是我們的女銳度不太夠 這是我們要參加很多研習 提升我們的女銳度 不只是老師 家長也要參與 好 媽媽看到的就是分數分數分數 成績成績成績 沒有聽到孩子內心的聲音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剛才講 在治標上面的話 當孩子有躁鬱症 憂鬱症 我們要特別注意 那麼當孩子有失落的情況 誰跟誰吵架了 也要特別注意 再來當孩子呢 有奇怪的聯刑舉止要注意 這是治標 那治本呢 治本我覺得有幾個 有四個方向 第一個 我們很喜歡給他們看生自省樂 就一個孩子生下來是多麼不容易 我有一個活動 我高中生跟大學生都不容易很適合做 他們算一算看 從出生到大學一年級 家裡花多少錢 簡單會告訴他們怎麼去算 家長打電話說 季教授 你為什麼出這個作業 那孩子快把我煩死了 媽 我剩下多少功課 媽 我喝什麼牌子的奶粉 媽媽說你喝S26 媽 那很貴的 你知不知道 媽媽說我知道 錢都是我付的 為了你好多貴的錢 我們都捨得花 媽 我的尿片用到幾歲 媽說應該還是兩歲 你到三歲邊還在包紙尿片 他要去算一天幾片一包多少錢 三歲以前花了多少錢 幼稚園 小學 初中 高中 大概要很精細很難 大約去抓 你們猜猜看在張獅到我大一的學生 從出生到大一花多少錢 最少的 最少的 360萬新台幣 最多的900多萬新台幣 孩子體弱多幣 我看花很多的錢要照顧他 孩子調皮倒在 你要花更多的錢 常常要是收拾善透 孩子聰明一點 要花更多更多更多的錢 因為你要宅配他 半夜孩子都很花錢 媽媽也打電話說 季教授 謝謝你 我的孩子聖誕花 他家裡五百萬 現在回家講話都很溫柔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怎麼長大的 對不對 請各位老師去問問你的學生 他到底身上多少功課 他喝什麼孩子來粉長大 他不知道 他知道長大 知道想全力 他都不知道人家多麼辛苦的付出 我的大師的學生 老師如果爬上兩年就說謝謝你 我說為什麼老師 你知不知道我大三的時候 我的女朋友被業就生追跑了 他變成試煉的人 試煉的人很挫折 然後到最後很辛苦 拿出信紙準備寫 爸爸媽媽我先走一步 對不起 但是旁邊剛好放的是那份作業 大一的時候老師叫我算多少錢 我大一花加你四百萬 加上大二大三也加進六百萬 一個人老心想到錢 就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我花一百萬我自殺呢 我的爸爸媽媽的錢就血本無歸 我可能要先去做事 把錢還了我再給你死 現在是身不有己 還有這女孩子就變得好哦 為什麼我要替他出六百萬 他值不值得六百萬 我實在很傻呢 人沒有啦 錢還要沒有人才兩空 我不要死 不但不死我要考研究所 我要呢 我要讓我的爸爸媽媽 塞陪我得到回饋 我要知道天涯何處 無英雄 我也是研究生 所以當你給他一個很 很 給他一個活動印象深刻 他在人生時入口 那身分量會很自然的浮現 幫他做生命的抉擇 好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 生之喜悅這個活動 從各種角度